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雪 格斯拉最早产生于日本的神话传说 但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 人们越来越喜欢这位传说中的巨兽 和我们的神龙一样受到人们的敬仰 就连美国也喜欢以它为题材 创造出一个个的影片 今天小雪就来讲讲去年上映的这部大片 《格斯拉之怪兽之王》 故事延续了第一步 人们知道了地球还有巨兽的存在 一直研究古动物学的帝王组织也被公众于世 人们提议政府消灭巨兽 于是便有了第一步的那场战斗 大漂亮的儿子便死于那场大战中 大漂亮是一个生物学家 也是帝王组织的首席研究员 而在此后他继续研究如何用声波来控制怪兽 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之后 研究出来一种声波设备 播放里面的音频就可以控制怪兽 一天在云南某个地下基地里 所有人都紧张地等着这只巨兽破茧而出 还是个幼儿时期的摩斯拉也终于醒了过来 随着他缓慢地转身 小家伙发现自己被人类控制 又意外被惊慌的士兵打了一枪 于是小摩斯拉开始发脾气了 疯狂地攻击着人类 按照政府的规定 应该尽快杀死摩斯拉 但是大漂亮连忙阻止 大漂亮拿出声波装置尝试和摩斯拉沟通 却被摩斯拉攻击 他稍微调整了声波频率 这回摩斯拉在听到声音后 居然真的慢慢平静下来 周围的研究人员还来不及开心项目的成功 突然一伙恐怖分子闯入基地 射杀了众人 带走了大漂亮母女 还有声波设备 大漂亮被绑架的消息 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毕竟声波装置对于人类威胁重重 于是政府决定营救大漂亮 军方找到了大漂亮的前夫小胡子 他原先也是帝王组织的成员 神奇的是他还能和戈斯拉交流 但是因为儿子死亡 夫妻两人意见不合理了婚 因为这次女儿也被拐走了 他毅然决定救出两人 小胡子跟着军方人员来到了一处军方基地 军方告诉小胡子 关于巨兽的一些分布情况 现在的地球上有着十几只史前巨兽 目前已知能被控制住的 也就只有戈斯拉和金刚 他们猜测 恐怖分子这次的目的 大概就是为了放出其他的巨兽 最令人担忧的是 其中还有一位名为基多拉的巨兽 他异常凶残 一旦出来不堪设想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消失了许久的戈斯拉 突然出现在基地外面 因为小胡子可以和戈斯拉交流 众人很快得知 戈斯拉是想帮助他们对付基多拉 因为他也不想让基多拉被唤醒 有了戈斯拉的帮忙 众人信心倍增 在确定恐怖分子身处南极后 立马整装前往 而这边的大漂亮 巨人心平气和的和恐怖组织的头头 研究如何唤醒基多拉 最后决定在封印附近 埋下大量的炸药 直接炸开封印 关键时刻 小胡子跟着军方人员赶到南极 小胡子率先进入地下基地 一把手枪就制服了所有人 眼看就要救出女儿时 大漂亮却突然捡起地上的遥控器 引爆了冰层炸药 无奈的小胡子只能先返回地面 三个头的飞龙基多拉 此时已经成功被释放出来 刚出来的他就对在场的人类大肆杀戮 众人连连败退 大漂亮也带着声波设备 跟着恐怖组织坐上飞机逃走了 小胡子看着近在咫尺的基多拉陷入了绝望 飞机上的女儿看着下面的爸爸陷入危险 他一把推开大漂亮抢走声波设备 并发出了声波干扰 基多拉也成功被干扰 摇晃着他那三个巨大的头颅 小胡子趁机跑开 这时一道射线从海底冒出 哥斯拉终于赶来了 蓝色的光焰把贝奇一个个点亮 随后两个巨兽撕打在一起 互相吐着原子光线你来我往 刚出来的基多拉明显不敌 被哥斯拉一口咬掉一个头颅 最后靠着自己的飞行能力 成功离开了南极 众人也才得以喘息 回到基地的小胡子 接到大漂亮打来的视频电话 原来他才是背后的主导者 大漂亮认为都是人类近千年来 对世界环境的破坏 才导致了生态平衡 他要放出以前的巨兽来维护生态平衡 他宣称这是为了拯救世界 拯救人类 很快大漂亮就启动了声波设备 开始唤醒其他的巨兽 一时间听到声波的巨兽 一个个从地下钻了出来 在地球的另一边 巨兽拉顿也被大漂亮释放出来 浑身赤焰的他 所飞过的地方几乎寸草不生 军方为了保护附近的居民 派出舰队吸引拉顿的注意力 人类的舰队对拉顿来说 就是小玩具一样 三两下军方就死伤惨重 最后战队将拉顿 引到了基多拉所在的地方 两个巨兽见了面就开始打斗 拉顿敌不过基多拉甘愿臣服 这时哥斯拉也赶了过来 和基多拉再次缠斗在一起 两个巨兽在海面上 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一战 但是政府这边却下令 对海面发射原子弹 一旦投放 防员两公里的生物皆会死亡 他们想趁着两个巨兽打架时 一下子干掉两个 小胡子等人想阻止 都已经来不及了 导弹已经发射 瞬间海面上发生了爆炸 两只巨兽也消失在了海里 正当众人已经结束时 海面突生巨浪 基多拉毫发无伤地 从海里飞了出来 站在火山顶上 发出一阵鸣叫 原本受伤的一个脖子 也长出了新的头颅 随后带着拉顿消失 而哥斯拉却没有了踪影 经过检验勘察 发现哥斯拉的生命迹象 也正在慢慢消失 显然原子弹对哥斯拉 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随后基多拉召唤出 众多沉水中的巨兽 人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小胡子也在朋友的帮助下得知 原来基多拉根本不是地球的生物 所以人类的武器根本伤害不到他 而能解决他的也只有哥斯拉 而哥斯拉现在身受重伤 也不知身在何处 正当众人绞尽脑汁 想办法应对时 已经进化成功的摩斯拉出现 他仿佛凤凰一样身披霞光 摩斯拉告诉众人 哥斯拉正在海底下疗伤 因为哥斯拉是利用放射性物质 进化出来的 所以众人打算利用核弹 来帮助哥斯拉疗伤 此时也只能用核物质 来让他尽快恢复 于是一人带着核弹 成功找到了哥斯拉的养伤地 并引发了核弹爆炸 爆炸后的核能量 迅速被哥斯拉吸收 哥斯拉也恢复了状态 甚至更胜从前 这时跟随大漂亮的女儿 趁机偷走声波设备 独自来到了一个体育场 并利用场地的喇叭 放出了声波 一时间 地球上苏醒的那些巨兽 听见声波纷纷赶来 大漂亮想要用声波器 来控制这些巨兽 可是却遭到了基多拉的袭击 哥斯拉赶到后 小嘴一张 就是一道强劲的激光 击中了基多拉 随后两大巨兽再次打斗在了一起 摩斯拉也赶了过来 他利用自己的粘眼 将基多拉困住 哥斯拉也趁机 对基多拉一阵攻击 被基多拉收复的小弟拉顿 也赶到了战场 和摩斯拉站在一起 两只飞行巨兽 在空中互相攻击 最后摩斯拉更胜一筹 将拉顿打败 但是他自己也是身受重伤 这边基多拉挣脱了粘眼 抓着哥斯拉飞向空中 然后将哥斯拉重重地扔向地面 也使哥斯拉受了重伤 基多拉准备对哥斯拉 发动致命一击时 摩斯拉突然飞了过来 替哥斯拉挡住了这击 但是本身就身负重伤的他 这次彻底牺牲 化作了绿色的粉末 飘洒了下来 基多拉也在吸收着 哥斯拉流逝的能量 这时的大漂亮突然醒悟过来 他利用声波装置干扰基多拉的注意 却被基多拉连人带车一起击飞 而哥斯拉也因为摩斯拉的死亡 彻底愤怒 瞬间进化成为哥斯拉二代 浑身布满岩浆的他 随着一步步的走动 所到之处万物皆被融化 愤怒的哥斯拉身上发出红色光芒 一道红色的光团瞬间向外扩张 基多拉的翅膀 背着光芒转眼融化 哥斯拉又发出一道红光 瞬间灭杀基多拉两个脑袋 几身一颗头颅的基多拉 被哥斯拉一脚踩在地上摩擦 最后发出一道射线 彻底消灭基多拉 这时世界各地的巨兽也一个个赶来 包括拉顿 对哥斯拉俯首称臣 哥斯拉也仰天长笑 宣布自己才是魔兽之主 影片也到此结束 在这部影片中 最吸引人的无疑是这些庞然大物 每个巨兽的出现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相较于第一部有着很大的提升 影片中人类角色的形象还是不够饱满 但是这也不重要了 毕竟看这部影片也都是奔着巨兽去看的 将要上映的哥斯拉大战骷髅岛金刚 小雪还是挺期待的 也不知道我们的小金刚能不能战胜升升级状态下的哥斯拉呢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期会更精彩